嗨,大家好 那大家可以见到这个很漂亮 很自然的光,对吧 因为我是特意在早上要起来要做的 因为上一次的那些video 就是很多很多的video 那个品质也很有问题 就是很恐怖的样子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讲 为什么会那么丑 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很好的环境之下 很漂亮,对吧,去做的 那就不用打灯什么事的 那好吧,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次农历时期 直到农历的那个 就是农历的11月尾的时候 那自己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就是由现在开始 直到下一次的幸运开始 就是我的那个 将新的幸运开始之前 那为什么会农历时期呢 因为平常我们也不是就是 农历时五、时六是满月的,对吧 但是这一次呢 在我们西洋的那个 占星的那个角度去看 因为那个日月的对份向呢 它刚好是在时期 才能够成相位 才能够就是 发生的那个相位 所以要直到时期开始去看 那在这一次的那个幸运图里面呢 比较特别的那个看点 就是那个T-square 我们叫一个变动的大三角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相位 所以呢 对尤其是就是水星星座的人来看 不是那么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对双子座还是有影响的 那那个压力点 我们叫那个focal point 在海双鱼 它是入庙非常的强细的 那尤其是它现在已经停止了逆行 它已经开始开始顺行吧 但是它还是在那个停止期 对因为那无论如何呢 那就是压力点在你们的时宫 那这个海双鱼呢 同时三分了入庙那个很强 那个入庙天蟹座那个火星 是你们的六宫的公主 所以呢 就是说 其实余下的时间 就是农历时期 由这个满月开始 直到农历时期月尾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双子座要做的 就是要放下 要遗忘 要去换数别人 去原谅别人 去重修就好 对了 那加上那个日月对分 在你们的七宫 还有你们的自身宫嘛 所以呢 我看完信箱 我再看塔罗 塔罗说的东西 果然是一模一样的 那塔罗尤其是说呢 尤其跟水星星座的朋友们 或者是 就是任何人 不一定是朋友 可以是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同学 你们的手足 你们的爱人 恋人什么 什么也好的 如果你们之前的那个关系 不是太好的话 有一些不高兴的话 其实你们应该 在这一段时间 你们去 回顾一下 啊 那 其实你们之间 还是有感情的 还是有一些情感的 OK 那所以呢 你们应该 在这一段时间 去从修就好 尤其是 跟水星星座的朋友 就是 天蝎 双鱼 还有巨蝎 更加更加 是 尤其是天蟹座的朋友 那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可以去修补一些过去不太高兴的一些关系了